大厨正在忙碌的为顾客准备餐点 这位青年纪生不仅是主厨 也是这家餐厅的老板 曾在知名泰式料理店上班的他 为了圆自己开餐厅的梦想 毅然决然返乡回到东港创业 开了家泰式餐厅 让许多乡亲大赞不用跑市区超棒的 我觉得这个环境很棒 而且这个空间也蛮大就很舒服这样 然后价格又很经济实惠 我们又不用特地跑高雄去吃这种泰式料理 不然就是往屏东市就真的有点距离 真的还蛮不方便 以在地海鲜食材搭配泰式料理 希望带给乡亲不同迷往的全新感受 强调在地具有丰富的海鲜资源 而许多泰式料理与海鲜搭配都很美味 刚好可以借这个机会来做创新呈现 我们是东港人嘛 然后自己当地又有很多很有特色的海鲜 新鲜的食材可以结合在泰式料理 与一些泰国的辛香料 然后结合我们东港在地的新鲜海鲜 这样结合我是觉得还蛮好的 然后刚好我是觉得也还蛮有缘分的 因为东港那时候想说 东港也刚好没有泰式料理 然后就刚好有这个机会 也就在东港自己的地方 开了一家泰式料理店这样 店家料理种类多元 除了招牌的泰式打泡肉外 新鲜柠檬鱼以及炸春卷 都是店家的主打餐店 吃过的人都大赞美味 我非常推荐这个柠檬鱼 这个柠檬鱼呢 它就是非常的新鲜 然后它的那个柠檬的味道 也有蒸入味 对 非常的好吃 对 而且那个鱼鱼 有没有新鲜 其实一吃就知道了 然后呢 还有推荐这个月亮虾饼 它的那个每一口都吃得到 那个虾仁 然后呢 它一看就知道 是餐厅自己现做的 因为你外面做的 其实没有那么用料实在 我觉得它的味道 都有煮出味道出来 就是因为其实像泰式料理 很多就是酸酸辣辣的 像它这个春卷 炸春卷 我觉得也比较特别 因为它是稀稀长长 你知道在入口还蛮方便的 而且它其实炸的 有它的酥度都有炸出来 所以它就很好吃 有这个机会 然后有这个环境 然后也希望客人进来 就是有一个舒适 然后空旷的用餐的空间 期盼结合优质的长余空间 提供给来店顾客 不同于以往的用餐享受 也让想吃美味泰式料理的人 不用跑到高雄或是屏东市区 在东港也能吃到 很有海鲜味的泰式料理 屏东新闻 不一定杨正义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